大家好,欢迎回到《军工开幕》 今天又和陈博士一起谈谈一些新军工的科技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一些水底的东西 最近在4月份公布了一个挺有趣的水底无人机的计划 我们的水底无人机的形状感受到很Northall Groupon的形状 就是常说一些非翼式的计划 这次你见到它和B21、B2那些有点像 但当然在水底走的又不是这样的 这次它又是模仿生物的特征 去设计一些水底无人机 这次它模仿的对象是魔鬼鱼 但是这个肯定牵涉到和动能和它的前进 和最重要的是它整个在水底可以维持到 它的效能可以做到多久呢?就是有关系的了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集中的探讨 这一架水底的无人机 第一,究竟它有什么潜在用途 但是都要在海底里面生存得到才可以 它会不会很容易就会被对方发现得到呢? 还有这部机它将在太平洋的用法 应该是相当之大的 就是大家都看到太平洋有多大 它又不可以取代现有所有美军 去使用的水底的无人机呢? 它本身可以带出来的战争的威力和潜能 又有多大呢? 所以今天都会和陈博士一起探讨一下 但是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帮忙给like和免费订阅 包括科学新知 我们军武老虎、军武器言等等的频道 好,我们和陈博士聊天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大家好 好,好 这个消息呢 我们和陈博士聊天的时候 你都觉得 首先第一 它呢 又去到Normal Groupman 它相当强的弱势 就是B2 之前就模仿了一只小鸟 那个飞行的状态 就给了一个灵感 它们去设计这种的大型的轟炸机 这次呢 又是动物鹤 这次呢 摸鬼鱼 这班工程师都真的挺瘋 其实陈博士 他这一部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水滴无人机呢 他那个创作意念的原理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呢? 他自己呢 打了开口派 讲得明白 他就说要抄功课的 他说要抄大自然的功课 就是这个 他是本着一种叫做 仿生学那种精神 来去做他的创作的 所以他不是说 就是 失机无神 自己喜欢去抄哪个动物 就哪个动物 而是他认为呢 在大自然界里面呢 有一些的生物 他自己本身的生存优势呢 是带给一种启示 因为呢 这个生物 那个生存演化的优势呢 似乎就会带来一些就是说 他更加适合在那种环境里生存 于是乎是一种优势在那裡 所以这个我想就是 他们这么喜欢用那个叫仿生学的概念 来去设计他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 那我们看到今次呢 就是用了一个魔鬼语的形态 走出来 所以是相当之有趣的 不过呢这个呢 其实这件事呢 都被掩蓋了很久了 就是你见由 可能是2019、2020一路做 那去到2022年 都就是有一个prototype 走出来 那就是说大概这样去做 但是当然就 距离现在呢 直成功去到技术凍结 然后可以去做量产 就真的差很远了 当然就 那今次呢 我们看到呢 他整个的原理 和那个技术难度去哪里呢 那你就要看回 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 他首先不是想一下 究竟这个生物自己本身有什么优势 他第一件事就是先模仿这个生物 所以他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 你怎样可以做到这个机器 有齐了你那个生物的功能 那当然也都是希望 是将他的那个优势是放在那里了 那他们认为呢 这只魔鬼语呢 就在海洋游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很省水省力的 还有就是 就是他那个的 就是 面对的水阻 和他那个 就是消耗的能量等等 和平衡回自己那种 要改变形态 和那个 就是转身 反应 那方面呢 他认为这种这样的形态 这种生物结构呢 是有他的优势在那里的 那所以首先 他整的时候呢 就想 就是要 将这种 魔鬼鱼去的灵活度 能够去copy 了出来先 那所以你问我呢 如果他那个 就是 prototype 现在整的那个时候 第一件事 我想是主要是 在那个器械方面 其他功能上的东西呢 他那个新闻里自己 没有什么公布 那么具体 他有些什么的特征 有些什么的 军事上的功能 可以加下去呢 现在是 就是还是 未知之数的 那就是我自己预期 就是你要 放得一个成功的 一个 prototype 出来的话呢 你起码外面的形状 你的大小 你的重量 你要知道 和他游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能够 重复那个 魔鬼鱼那种 那样的灵活程度呢 我想是 他们初代那里 起码最基本 要解决的 其中一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 现在真的 很多资料 还没有清楚 他的计划 由2019年 开始去投票 2020年 就批了 获得资金 到现在 2024年 才开始砌了 第一个的 测试产品 那他有多少功能 已经放了下去 有多少是 完成度有多高 以及实际上 的效能 有没有他们想象中 那么高呢 那这个就要 就是要 等他再放消息出来 但是呢 不知道Larry 你会不会都想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种生物 不减要选魔鬼鱼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 这个呢 我觉得 他有一点像B2 那时候的概念 就是他觉得 那个生物呢 他一定是 有一些特征呢 尤其是在一个气动外形啊 或者在一个推进上面 有他很特别的优势 那然后他就觉得 既然呢 大自然都给了灵感 你就不要经常自己 不断用模拟数据啊 超级电脑 不断模拟啦 你跟他啦 那你跟到他那一套 然后在一个技术上 只要做得到 而他们又很有信心 他们的工程师是万能的 只要呢 你给到一个概念 他执行就可以了 那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 他们的奉行概念 都是 上帝的灵感是最好的 那我们刚才都说了 有个可能是 生物演化的优势 就令到他有这种灵活度 和那么省水省力 那所以我们就会跟他 那当然啦 我们选择 就是很多种生物 都可能有这种生物的优势 你可以整一条瓊鱼出来 OK 那结果就是 可能你说 那潜水艇本身都挺像一个瓊鱼 是不是 但是我们都 很久之前呢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也提过 你如果一个这么大的 龐然大物的金属 还要载人在下面呢 我们现在都有几套不同的方法 尝试去捉这些潜艇上来的嘛 那当然就是 需要你有水面上面的一些飞机啊 或者一些船啊 去做那个讯号的探测 是不是 但是你用这套东西去发现人 还有你是 就是尝试規避敌人 用这种方法来发现你呢 其实都是一个 挺不着数的方法来的 因为你在水面上面 飞行那些飞机 和那些船 在搜索去偵測这些 这样的潜水艇的 这些这样的船呢 都很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的 那你一被人打击了 你影响自己的偵測能力 就是你去防人也都难 是不是 那反过来 人家有这套东西 你打不到的时候 你也都怕被人偵測 那所以其实今次 其中想的概念就是 可不可以找到一些 比较容易規避到我们 偵測那个习惯的 一些的生物 其实你如果在潜艇啊 船啊 用那些星纳 你測那些鱼群 你很容易測到的 而且那个潜艇的讯号 和那个鱼群的讯号 照计就会有 比较明显大的分别的 那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 那个军事的仪器 是能够大隐隐于市 和一个普通 我们已知道的生物 是差不多的时候呢 那似乎就更加有希望 可以規避到 而且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就是 就是 现在很多人都想的了 无论陆上 空中 海底都是 不要载人 用一个全自动的机器 就令到可以呢 不需要 就是有一套 维生的系统在那裡 就直接就是 纯粹执行任务 那些器件就在那裡 然后也都可以 尽量令到它呢 有这么久 可以去 痴伏这么久 那所以呢 他就是 我在想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他既可以很容易 掩藏于大自然的环境之中 也都不需要有 就是 维生系统的负累 然后他自己本身 拥有的能源 和他那种 游易的方式 就是令他可以 执行一个很长期的任务的时候呢 那似乎这个呢 就是 会不会是 比起我们现在 今时今日的潜艇 或者在地面上的偵測 这套这样的系统 更加好的 下一代的 就是 搜集情报系统呢 长远来说 如果他还可以 附载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 执行攻击任务 那 就是这个趋势呢 你会发觉 跟我们现在看到 地面上龙空中的趋势很像的 越来越走向自动化 人工智能化 和无人的 就是 现在就是在海里面 就是你就问了 在海里面的drone 那些无人船 无人潜艇 最好的形态是什么呢 那现在由这个 就是 美国这边的公司呢 他们就想到就是说 就去扮 就是 海洋生物的其中一员 那这个就是他们 选择这一个 就是魔鬼鱼的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 因为他们观察 美国早期的那些水底无人机 那些什么样子呢 其实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黄色的那些 一支支那些 那些呢 就是入了翼的 就摄了到水里 那样就整天都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那些水纹那些数据 那大家记得 应该是大概 十八年前 十年前 那时候呢 那中国的渔民呢 就很喜欢 就落网 罵东西 罵潜水艇 罵什么都会有 那他们其中呢 发现 罵上是黄色的什么 一支支 然后给了回 就是上去中央那边 那边 哇好东西来的 这些是无人机来的 你罵多些吧 罵一支是多少钱的 那些渔民就不是罵鱼的嘛 是罵这些东西的嘛 那突然间发了一批 那样 那时候呢 罵了之后 大家见到中国几年之后 都有这些的无人机啦 那那个形状 一看就知道 肯定不是鱼啦 一看就知道 就一定是那些无人机 那些古怪的东西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一路这样发展 一路这样发展 就是大家看到 那些水上的无人机 那些水顶的无人机 其实越来越隐蔽啦 越来越潜得深啦 还有呢 就真的 如果可以欺骗到的话 其实首先呢 第一个呢 我觉得呢 真的要避得过 中国的渔民的网 这个呢 我觉得在太平洋上面 都是一个挑战来的 那所以也都是这个原因呢 他都不希望一些是一些 纯粹放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固定的一些东西来的 他真是希望能够定期 就去转移位置 甚至乎能够呢 对于有一些 其他的物件来的时候 懂得做一些主动一点的 一些的規备呢 那我想他们都是说 下一代这些无人船呢 或者叫无人的潜 就是一些潜航的装置呢 那他们一定会考虑到 那所以你就看到了 为了令到这些海底上的装置 更加有灵活性 更加有那些可以控制的程度 和有更加长的潜伏能力呢 他们自己要懂得移动的 那所以你也想到就是 如果最好移动要是怎样呢 你还有一个纯粹就是 好像一条柱两只翼这样的东西 那是不行的哦 它可能就是移动到少少 就是有限度就算 这个形状太过容易被人去认到 那如果它是有一些像鱼的形状 甚至乎有那个鱼游动的形态 那他们也都看到了 这个魔鬼鱼本身游的时候呢 那种可以 就是不需要用到一个 就是我们传统概念上那些 有很多种不同的鱼 就是如果你是在讲的 就是我刚才主要讲的 魔鬼鱼这种它游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一张一张飞毡 它只是在那个边缘部分 仰起一个小小波纹状的动态 就已经能够将自己 就整件事向前推了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魔鬼鱼本身游的形态 和平时我们本身吃开的 那些这样的咸淡水鱼 那种左右乎乎乎的形态是很不同的 那它也都在 未来的这件潜航装置上面 引入这种魔鬼鱼游逆的那个形态 那所以它也是多一个理由 为什麽要扮魔鬼鱼了 就是它觉得魔鬼鱼是 无论是在引伏 和它去那个游逆的时候 都有它的好处在那裡 那所以接着来的时候呢 它还要想 怎麽可以令到這件事可以更加長期執行任務呢? 還有就是說 如果它要長期執行任務 想的就是能源的問題 不知道Larry 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這些水底潛航裝置 有沒有一些比較便宜的能源的使用模式? 其實都頗難想的 因為如果水底要去做一個充電的動作 我們沒有現成例子想 想的是潛艇 潛艇它通常都要浮上水 然後就吸回氧氣 然後下面就用柴油發電機 然後去發電 所以理論上不是無限 就算是柴油發動機也有限數 然後插完之後就要下水 好了 你說上了水之後 其實都不一定會這樣的 如果你說你的艦艇不是很大的 電力需求不是很厲害的 上了水之後用太陽能 例如現在的無人機都是這樣的 它可以潛到水底 又可以浮到上面 然後打開好像一個帆 有些我們講的太陽能的板 吸收回 然後又可以繼續潛行 繼續去走這樣 所以現時我們見無人機的狀態也是這樣 但是你說如果要在水底 自己可以充電到水底 永遠都不需要上水的話 其實就似乎暫時 太陽能就沒得想的了 就是太陽能 你要想一下太陽能 能夠可以曬到水底多深 是不是 就是越深的水 越沒有太陽 太陽能 難道你真的要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下下要上水充電 那是它最弱的時候 最容易被發現的時候 所以呢 你問那個能源的方法就是 自己帶的能源有限 有沒有辦法在海底都獲得能源呢 那其實呢 方法真的不多 它甚至乎提過一兩種方法 我都懷疑是否這麼有效 但是現在還是開發階段呢 就不清楚 其中一個我自己在資料裡找到 他們就說 嘗試可不可以採集一下 海底裡面的海流裡面的波動能量 就是你也可以想像到 就好像我們現在用的 叫海浪發電的原理 就把那個波動的能量 就拿出來 推動它自己本身的發電裝置 這樣行不行呢 那理論上行的 那問題是你採集的效能有多高呢 那這樣我就真的會很懷疑 那另外 Larry你也有提到 就是說 他們的 就是那些研究人員都有講 會不會是用海水的溫度的溫差來去發電呢 那這個原則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首先要遇到溫差先 如果各位記性好的話呢 我記得在幾個月計之前的時間呢 我們曾經試過介紹一個溫差發電的裝置 但是我們那時候講的就不是在海底那裡用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講的 在哪個場合會用到這些東西 用在地球以外 就是太空那些應用呢 是的 那時候就講是太空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討論在未來的月球基地那裡 會是有些什麼核電發電的裝置可以放在月球基地那裡用呢 那我們就說用溫差發電是會好的 因為它不牽涉任何轉動部分的渦輪線液 那我們有個核能去做溫差出來 跟著就可以去發電 那這件事就是 你現在就說了 放在海那裡 那個潛航裝置那裡用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都要首先就是說 你去哪裏找到這個溫差回來先 所以你見在這裏 就是他們概念上想到 有一些叫溫差發電的方法 還有在那個海流裡面 拿海浪能量的方法 但是其實都要面對著那個 效能上面的挑戰 嗯 所以都距離應用呢 其實都應該還是很探索那個階段 陳博士你覺得 這個產品當然就很有前途的了 但是它在接下來 Wars Next 就是下一步應該怎麼去做 它要解決些什麼呢 我自己想到應該 我自己估計 它應該這個Prototype 遇到的問題會是很多的 你要想一下 它不可以太大 太大的時候 你太容易被你那些 偵察裝置去釋破 你太小的話 它的負載能力也不是很高的 那所以呢 它也都需要在一個大小上面 我猜它就跟一個典型 一個超級巨型的魔鬼魚 就不會差太遠 那另外它也都需要將它那個 動力的裝置啦 發電的裝置啦 都能夠擺到上去 還沒有計算它那個通訊紀錄的裝置 還有它要預留一個負載的空間在那裡 因為這件事本身 將來不只是拿來做搜集數據 和這個偵測的任務 是希望可以去執行到一些攻擊任務 那現在這裡逐一件事要解決的時候 你就想到了 那件器件本身去要微型化啦 輕巧啦 還有就是它也都能夠規避到 它那個的偵測啦 還有它也都要保證到 它那個能源用得久 還有它本身發電裝置的效能夠高 令它可以執行這個任務 可以有足夠長的時間 那所以呢 就是 我如果你問我 它那個第一代的初型 這個prototype 它能夠游得好呢 我已經覺得呢 算是這樣的了 就是如果它說 還有一兩個的功能 都可以很容易放進去 而且都證實可以是 執行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任務的時候 那我已經覺得它這個初型機 已經算是成功了 那距離之後下去的開發 那你可以預計到 以年的時間去計 嗯 我估計呢 其實它最大的用途呢 就是擺在太平洋 因為如果你說 就是在歐洲這邊呢 我覺得你對著俄羅斯的對手呢 這個威脅真的不是那麼大 但是太平洋就不同了 就是包括中國積極地發展它水底的科技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以前我們說 美國冷戰時代 那包圍著蘇聯紅軍那一套呢 就是潛底監聽系統 那中國自己在南海都弄了一條 就是這些監聽系統 就是反過來去找回美國潛艇那些出來的 那所以其實呢 就是中國和美國呢 雙方的鬥爭的水底都應該挺厲害的 那我猜呢 就是這個系統第一 它又可以做一些水民探測啦 就是你說它在那個南海的海底之前呢 美國呢 也有一個潛艇撞了啦 那都真是對那個水底的研究呢 那南海呢 因為它都經常轉啊 這些地形 那所以我想呢 這裏呢 就是美軍都要保持著 經常找些東西去畫啊 去掌握地面那些變化啦 那update他們那些水民圖啊 那些位置 那第二個呢 就是他們可以在水底做一些 古靈精怪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 例如俄羅斯沒有一些潛艇 可以潛到很深 那它還可以放一架呢 潛艇仔出來 然後呢 就去剪你的電纜啊 撞你的鑑艇啊 搞你的嘛 那俄羅斯很厲害的 美國有沒有呢 那未必沒有 但是它又沒有公佈的意思 那還有呢 如果放在中國這邊呢 我估計啦 就是他們還可以做個反潛的工作 就是可以捉到中國的潛艇出來啦 那也都可以將中國 接下來可能有些水底發展的科技啊 就是可以探測得清清楚楚那樣 所以我估計這舊東西呢 它主戰場應該放在太平洋的 那所以如果接下來 它講到明是南中國海 它也講到明 那所以這個都很明顯 其實針對對像都很明顯的了 那所以其實都 這舊東西 我想他們都在準備著 就是萬一要開戰啊 等等 都不會這麼近啦 就一直這樣發展這種科學技 所以我們一起觀察啦 就是現在都還是受惑沒有一撇的 就是很多東西 現在看下去呢 都仍然是很早的 所以我們就繼續觀察啦 即是在未來的Nava Group 會有些什麼新的features 會放進去 就是確保到它 剛才陳博士說的 它自己不可以太大 但是它又不可以小到裝不到東西 那可不可以裝一些水滴機器人 還可以放他們下去做事呢 那這個我們會再觀察的 不過呢都很肯定 一定是無人去做法啦 這也是很肯定的 好 那我們就這一節來到這裡啦 那麼大家記得幫忙 免費給like 以及免費訂閱 包括科學生資和軍武器言 好 那我們下一集的軍工開密 再和大家再見啦 好 拜拜 拜拜